《人記》 《女女》叫你愛 《小弟公日久最來》 《香港壞事》當樂樂 《市民渣鏡》叫人愛 《鬼鬼這麼眼淚多這麼愛》 《日記》一陣為你打開 如果我問你去年今天做過什麼 你記不記得? 去年是一年這麼久 突然之間問起都未必會記得 不過如果你讓我回來 看看我的《日記》我便可以回答你 你不是說好記性嗎? 一點點而已 你平時自己也有寫過《日記》嗎? 我很小時候就有這個習慣 喜歡寫《日記》 我覺得有兩個好處 第一就是寫下自己生活的片段 將來可以回味一下 第二個好處就是 可以練習寫作 難怪你的寫作這麼好 好笑我 但我想你的《日記》一定收得很密實 不會讓人看的 當然啦 這些這麼私人的東西當然不可以讓人知道 不過我知道有一位朋友 他的《日記》可以攤開來給大家看 是啊 不單只是寫他自己的東西 還寫有很多關於我們市民的心聲 這個當然就是黃小二的《日記》 哦 咖啡、奶茶要落糖 聯絡的威水有排泡 聯絡的威水有排泡 什麼事啊 我有些事想找你幫忙 你知道我家裡想搬屋 想搬屋 想搬去新界 不知道搬去哪區好 你知道區區也挺好的 哦你想搬去新界 你問我對 我叫新界通 那就是住新界 因人而而而 到處都好 假設你喜歡吃鱷魚 就住老婆三 很近吧 喜歡吃燒鵝 就住心井 我喜歡吃老婆餅 那就是元朗 就住了 終於吃老婆餅就 唉 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什麼都吃得厭 都不知道搬去哪區 想哭 和合成吧 搬去 嘿 嘿 小營哥 你知不知最近九巴油加價 很奇怪嗎 人家營業那個額 他們賺得不多 嚴賺得少 那就加了 那些慣例 但是這個加價 我有點不太明白 什麼不明白 你知道 什麼加價 都是五月一號開始的 為什麼無端端九巴加價 要選到五月八號 那麼要趕 不是要趕 這個巧妙 只有五月八號 就是母親節 是啊是啊 如果是五月八號加價 那些人估讀都啞通 那麼想叫爸爸媽媽 那就估讀都哭訓 嘿嘿嘿嘿 不懂走路就要爛 日有三急去洗手間 白不吞歸景一樂定 酒樓免襲十幾間 二家實業狂妻草 分工好難就找得回 無患食事唯有食足 勒忍扶喊 黑黑氣 唉 這次閉加火了 我全家人都閉加火了 那什麼大事 你不知道嗎 最近有十幾間酒樓 都要倒閉 那 所以很多人都會失業 那你說我不是全家人都閉加火了 為什麼咬住這些東西 那有什麼所謂 你全家人都在酒樓打工 不是啊 只是我媽媽 媽媽就是在酒樓做洗碗 那你媽媽慘 怎麼會說全家慘呢 你可不知的了 因為我一家這麼多厚的三餐 全都是靠我媽的酒樓那裡 偷點心回來給我們吃 這樣但她沒得做了 還哪有點心吃呢 你是不是慘了 好啊 好啊 小孩嚇到要哭 老朋友翻臉要善兵 整個怪事多如如如 看不如難要出聲 氣笑露麻有根據 絕對你會有好兵 如果有什麼最好 千萬當我眼中叮 嘿 其實王小姨這個人的性格真的很可愛 是啊 她可以說她的日記是裝藝兵種 另外也可以說是代表一班小市民的心性